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是我们新淫透视的09年最后一集 没错,导演特别要求我们一定要这样黏着眼睛 也不是为什么 就要呼吁大家1月1日记住去元旦大游行 没错,还有呼吁大家互相讲一下聖诞快乐和新年快乐 对,刚刚圣诞节上周过了 对 圣诞节就讲很多教会和耶稣等 没错,上星期是华叔 今星期又找弟哥叔 找齋叔 齋叔 齋sir 为什么呢 这集是大家先看的那些录制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我们之前讨论过聖诞节就讲一下教会那些东西 今年年尾的时候教会界就发生了一宗很轰动的事 没错 年平部也有报 说到五场节性结会五山河牧师 即是永光堂的位置 是永光堂乐副那间 他就在港道那里事严侮侮女性 那怎么侮辱呢 待会阿齋祟就要跟大家讲一下 那件事就发展到今时今日 似乎就平息了 没错 好像是平息了 因为五山河牧师呢 就来到那个崇基神学院那里 跟那些学生呢 是有一次 和那些校友 来了一次的对话 是 他也都表明了 若然是伤害了某些女士呢 就跟他说对不起了 但是是不是说得好像你这样呢 那我就诚恨过他很多 那他应该怎样呢 我的样子都很狠 很狠的样子 他的样子就没有我那么诚恨 他就说他自己 在朱尊降季的来到当中很难得 很难得 那就是的 就是你照称 大家的起步点不同 对他来说 就是原本是零分的 现在去到二十分 就是一百分是满分 那都很难得 从一个角度看 我觉得你太过 恩慈 太仁慈 是啊 可以好仁慈 因为你有时看到一个牧师 有时鬼叫牧师 那当然要求高一点 那也就是啊 那也就是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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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样做牧师 那你以为是做特首啊 那也就是一个烂鬼牧师 那也就是 那你也是靠人 撕捨给你 找两餐而已 那也就是说难听些 十一奉献 那些奸献 那件事就好像平息了 那件事的来龙去 那件事的来龙去 那我们就和阿齋尋 和阿精盈一起讨论一下 好吧 是啊 那我也是不信的 最惨是那些人 就是那些人 大家常常都以为 那一个牧师来说 自己家事就 不要说什么 那我们常常说家事 那我们有些朋友 那跟他很熟 又不熟 有着数 有事就说家人 没有事就扔多几脚 那家人是这样做的吗 真是 不要在那拿个便宜做家人 真是家不成家 真是 真是 富贵门那些 真是 真是 那我们听听阿齋尔 和阿精盈怎么说 那件事呢 没错